习近平反客为主 大国竞争不是主题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3年11月15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 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应该知道 1945年的6月26日 旧金山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地 时任中国代表顾维军先生签字 然后呢 1971年的11月15日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 新中国代表团正式入驻 什么意思 无论是旧金山历史上的地点 还是11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 都是有意义的 习近平的开场 50多年来 中美关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和对抗的后果 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然后下面这段话呢 我在推特上看到欧亚智库主席 伊恩·布雷默先生转发了 习近平接着说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是客观事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这段话怎么看非常关键 有人说中美要缓和了 甚至呢美国向中国投降或者购和 中美马上要共治天下了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大野猫呢出一个暴论 这个暴论是这样的 无论怎样 东大和西大 东大是东方大国 西大是西方大国 东大和西大握手 全世界瑟瑟发抖 两国对抗对所有人都是机遇 共治与合作对所有人可能都是被收割的对象 这是大国竞争的奥秘 好了 这个暴论结束呢 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习近平这段开场说了很多 又似乎呢 没说什么 如何解读 首先呢 我们要正式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次峰会意味着中美是否会缓和 我呢 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没有看到缓和的迹象 但是呢 我看到了和平竞赛 什么叫和平竞赛 就是说呢 在比赛场地内进行竞赛 比赛场地外进行合作 也就是说竞赛为主 合作为辅 我之前呢 对中美的竞争呢 和这个对抗呢 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 就等于说呢 两支足球队 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虽然这两支球队呢 都不咋地 但是呢 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然后呢 在球场里面比赛 看台上呢 是世界各国 然后中国队这边进球了 然后大家都跟中国队欢呼雀跃 然后呢 支持中国队 然后美国队进球了 然后大家都支持美国队 就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呢 争取全世界的支持 中美两国呢 在这激烈的竞争 那我们刚才说了 中美两国在竞争 看台上是世界各国 那什么是和平竞赛呢 和平竞赛是怎么回事呢 不说有激烈的竞争吗 那和平竞赛跟激烈的竞争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呢 激烈竞争依旧还在 等于说什么呢 和平竞赛就是说 在场内激烈的竞争 在场外呢 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呢 咱就别激烈的竞争了 咱们可以呢 一起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呀 比如说军备控制啊 比如说人工智能啊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进行合作了 就是场内呢 咱们依旧呢 这场比赛呢 还要打 然后呢 场外呢 咱们可以合作了 以激烈竞争为主 以场外合作 或者合作供应为辅 这是一个新的常态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彼此达成规则 且相互遵守 美国曾经说过啊 这个世界呢 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所谓的规则的国际秩序呢 就是美国的秩序 但是这一次中美达成的 肯定不是基于西方文明 或者意识形态 或者美国的什么秩序 而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 恐怖平衡之后的 所谓的秩序 而这个秩序的保障 是两个大国彼此之间的平衡 和力量对比 这个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呢 两国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平起平坐了 然后呢 两个国家的恐怖平衡呢 构成了新的秩序 在这个秩序下 双方呢 在场内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然后在全世界进行合作共赢 这个呢 是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呢 看到了一个新的常态 一个新的场景 这个呢 是头一个看点 那这个里边 那什么是缓和呢 那这里边到底有没有缓和呀 我们之前说过 缓和呢 是一个冷战中的概念 这个冷战中的概念是这个 之前呢 我们激烈的竞争 之前呢 我们剑拔弩张 彼此呢 想毁掉对方 现在呢 一个新的常态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减少我们的对抗 我们呢 要转对抗为合作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以合作为主 竞争为辅 很显然的我们现在呢 中美两国呢 还没有到这块 但是呢 离这块非常近了 他现在处于什么呢 中美呢 现在明白过来了 我们不能呢 消灭对方 我们呢 要与对方呢 进行共存 但是还没有到 双方走在一起呢 可以完全合作 就是说呢 在两者之间 在和平共存 跟这个缓和之间的 某一个地带 这里边举个例子 什么叫缓和 缓和什么样的场景呢 1972年到1979年的美国苏联 当时呢 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核军控协议 然后呢 在太空中有合作 1975年 阿波罗18号和这个和平号 搞了一个太空一北河嘛 然后呢 还有消灭天花 消灭小儿麻痹 这都是美国苏联合作中的产物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现在不是缓和 现在是什么呢 有规则的竞争为主 而且这个规则呢 是双方之间的力量平衡 然后呢 合作共赢为辅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证据是什么呢 证据就在习近平的大国竞争 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这段话怎么解决呢 这段话等于说什么呢 习近平给这一次中美峰会 中美领导人峰会定了调 同时告诉美国 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大国竞争的时代 等于说什么呢 中美现在正处在激烈的路线斗争 这个路线斗争争取的是谁 争取的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美国对全世界的论述 美国的路线是这个 美国搞了一个世界上呢 有两大阵营 这个两大阵营的划分是民主和专制 代表民主的大国 捍卫民主的大国是美国 美国代表着民主秩序 然后呢 反对美国的都是专制的 代表专制的大国有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然后呢 民主阵营跟反民主阵营 进行什么呢 进行激烈的对抗 这就是拜登的大国竞争理论 习近平的这个大国竞争 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很显然比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 更为深刻 习近平的论述是这个 我们呢 全世界面临着很多困难 所有的人 所有的国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我们如何解决和面对这些挑战 是给我们未来 给我们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答卷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同时呢 否决掉了大国竞争 什么是大国竞争呢 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条件下 大国竞争 零和博弈 是什么 你不仅与我为敌 而且你站到了 人类文明发展的对立面 你与人类文明为敌 这个概念呢 今年2月19日 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的讨逆习文当中的中心思想 那我刚才说了 习近平反客为主 那什么是反客为主呢 就是直面告诉美国 你这个所谓的大国竞争 现在行不通 现在全世界渴望的是全球合作 共同面对人类的 共同关注的问题 实现所有人可以享受到发展 所以所有人可以享受到富裕的 这种美好生活 而不是在你的零和博弈战队当中 这就是你需要面对的 而现在美国现在对不起 你现在怎么着 你的大国竞争 你站在了人类历史的对立面 你与人类文明发展为敌 就这么简单 但美国现在要做什么呢 改正错误 在美国改正之前 中美关系依旧呢 是竞争关系 原因是什么 原因还不具备缓和的条件 实际点说是什么 美国还没有完全的创造条件 美国呢 现在想保住自己之前跟中国竞争 所得到的东西 很显然呢 美国现在不想松手 或者呢 不想完全松手 那你不想完全松手 比如说关税 比如说其他的东西 那就对不起了 那咱们接着来 现在这个体系对你非常非常的不利 你看看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子 你再跟我竞争的话 你的全球霸权就要没了 你的霸权红利就要没了 我不是说过吗 美国如果想要与中国竞争 他必须放弃霸权 但是呢 美国想保住霸权 必须与中国合作 美国想保住自己的主权 必须要与中国切割 但是美国与中国切割的话 那一定会放弃自己的霸权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所谓的大国竞争的 自相矛盾 所以美国现在有这个自相矛盾 很明显 中国不着急 着急的是美国 那为什么有人说中国要与美国缓和了呢 这个东西怎么解读呢 因为这个里边说中国要与美国缓和的一些人 他们很多人的理解缓和和平共存是不需要竞争了 这个很显然呢 是不合理的 而缓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缓解紧张的关系 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现在很明显呢 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 如今的缓和仅仅是口头的缓和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管控分歧 我们可以避免战争 然后呢 竞争依旧 那你觉得中国真的要与美国缓和吗 你觉得中国真的要与美国进行合作吗 很显然不是啊 你看看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表面上中国呢 与拜登说要干什么 要合作共赢 但是实际上呢 中国会继续自主研发产业升级 构建去美化的体系 中国会继续联合所有的能源国去美元化 与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会通过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合作 重塑供应链 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 符合中国利益的供应链 然后呢 中国会继续在稀有金属和稀土上 对美国进行出口管制和限制 这点没有送动 那你说 有人说那中国和美国不达成了协议 达成了一些合作吗 你看看这些合作都是什么 首先合作的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代表未来的前言科技 和未来的工业化变革 现在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双方要干什么 通过合作保证自己的优势是关键 这是大国之间的共识 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已经形成了两套体系 在形成了两套体系的时候呢 需要干什么 需要对全球进行规范 这个是关键 第二个说芬太尼 芬太尼上合作 是 中国可以跟美国进行芬太尼合作 但是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东西 就是中国马上要断供美国的原料药了 中国要在原料药上对美国进行限制 所以说我要跟你在芬太尼上合作 这个比稀土还厉害 这个东西咱这么说 如果中国断了美国的原料药 美国一夜之间连抗生素都生产不出来 这是事实 而且想办法改变这个 没有二十年他改变不了 这是美国要面对的 所以这个里边是暗藏杀器呀 第三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啊 核军控啊 这些东西就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默契 为未来两套系统做准备 中国做的这些事情像缓和吗 每一项都在挖美国霸权的祖坟 这难道是缓和吗 另外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的媒体他们怎么解读缓和 他们解读的缓和是这个 是中国向美国来投降了 中国跪在地上向美国来起降了 那你觉得这行吗 这很显然不行吗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缓和的条件 美国的民调82%对中国有负面态度 这怎么缓和 没办法缓和 表面上你拜登为了选举 我可以给你个面子 表面上咱说缓和 但是实际上该怎么竞争就怎么竞争 比如说在芬太尼上 你要让我们不去供应芬太尼 那太好了 我断掉你原料药不就得了吗 而且顺便还做了一张牌 我断了你原料药 你得跟我谈判 你跟我谈判那行了 是不是我华为手机得在美国卖啊 对不对 到时候华为手机在美国卖 然后旧金山那些人池不乱的 拿这些东西 CIA又监控不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呢 我还是说了 表面上缓和 不等于说实质上的缓和 实质上中国做的在干什么 在挖美国的祖坟啊 难道不是吗 再说了 大国竞争是你美国要的 你美国要的 最后你失去了全球霸权 然后你还得来找我 那到时候是你说话吗 到时候不是习近平到中 到美国去访问了 而是美国到中国去访问 那到时候美国你能受得了吗 那是你美国自己的事啊 正因为中美对抗 现在什么 俄罗斯跟乌克兰 俄罗斯马上要打开局面了 然后伊朗通过巴勒斯坦 以色列这个事 伊朗也想打开局面 这是不是你美国想要的 你连续陷在两场战争泥潭上 还是那句话 好好的享受 对不对 所以美国怎么办 那是美国自己的事 如果美国真想缓和的话 有一个办法 放弃大国竞争 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请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